大家好,我是电子小五 这一刻我们来说一下 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桥堆只损坏里面的两只二极管呢 大家知道它里面集成了四只二极管 像这样子 这儿对应缺角这一边 四个角对应里面的四只二极管 是这样子一个状态 比如说这只桥堆就损坏了里面的两只二极管 我们来量一下 中间是对应的这两个角的输入 然后缺角这边是正极输出 相反这边是负极 然后我们测这两边 就测到这只第四二极管 我们测一下 看一下0.52伏正常 然后我们测量这两只 就测的是第三的二极管 测一下 好,0.5级伏正常 然后我们测这两个角 就是测到第一这只二极管 对吧 好,短路了 好,我们测这两只的话 就测到了我们的第二这只二极管 也短路了 说明此时候我们就是第一第二极窗损坏 第三第四的话是好的 这下我们就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首先我们这两只角是交流220伏输入 举个例子 当交流是右边正左边负的时候 那么它流进我们的第一 流过负载或者电容充电 然后从这个第三回到我们的这个负 对吧 当我们的右边正左边负的时候 这时候第一和第三通 当我们左边正右边负的时候 它走第二 然后流过负载或者电容充电 从第一次回到这个右边的负 假设这个时候我们第二季窗了 这短路了 当然交流的话呢 这边正啊 流过第二 从这儿跟电容充电 通过第一次回到这个右边的负 这个时候由于第一次好的 它只能走这边和电 跟电容充电 从第一次回来 你可以看作成一个半波整流啊 这次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下面等我们这边正 这边负的时候 你看正从这儿过不了 走第一 走一第一的话 由于我们的第二已经击穿了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不会去负载了 它走这儿 就直接到我们的这个负了 相当于此时候第一的话呢 就直接短接在我们的 这个交流两端了 这个时候由于电流过大 第一损坏 电流跟着这个保险也跟着损坏了 因为此时候第二短路的情况下呢 第一是没有经过任何负载的 就直接你看 就是跨接在我们的交流的两端 这个时候电流相当大 远远超过了它的最大整流电流 这个时候的话呢 所以说第一被烧坏 当然同时保险也被熔断了 但这个时候我们的第四和第三的话呢 就还是好的 再就是我们刚才测量 这两只管子和这两只管子好的 然后这两只管子和这两只管子 已经击穿的这个原因 好的 这样子说大家明白了吗 喜欢电子技术 也双加关注 每天会和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维修知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